各位同胞,大家晚上好,祝大家国庆日快乐。 上个星期天,我刚刚发表了国庆群众大会的讲话, 相信在座很多位当天已经从电视上看到的演讲, 或者出席当晚的群众大会, 也在这几天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了相关的课题。 在群众大会上,我谈到了身份认同的课题, 以及我国所面对的一些严峻的挑战, 还有政府将如何同人民一起克服难关。 这些措施和计划可以协助我们解决眼前的问题, 同时也会及时处理长期的百年后会出现的问题。 例如,我宣布了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和心血, 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, 同时为希望继续工作的年长国人提供更多协助, 让他们有机会继续在60多岁甚至70多岁还是能够工作下去。 如果他们想工作的话。 接下来,我今晚就要简单地阐述几个重点。 在教育方面,政府将调整学前教育和大专教育的费用, 让更多家庭付得起孩子的学费。 多年来,政府提供了许多津贴, 确保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良好的人生起跑点。 不过,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,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做好最充分、最理想的准备, 应对未来的职业需求和挑战。 因此,我们将把更多的资源投在教育上。 从明年起,政府将调高家庭月入顶限, 就是我们政府波发津贴的家庭月入顶限, 让多3万户的家庭享有额外的托儿所津贴。 这样来,有很年幼的家长, 三四五六岁的孩子, 你们的托儿所的费用的负担会减轻许多了。 就在得意,我们的几所托儿所, 有三四百名的孩子。 所以,家庭月入顶限调整之后, 同时,我们的津贴增加之后, 相信更多的得意居民能够受贿, 也可以减少大家学前教育的开销。 特别是家中超过一名年轻的孩子。 所以,刚好如果碰巧有两个三四岁的孩子, 两个都要上学前教育, 所以学费加起来可能比较多。 那么,现在增加了更多的补贴, 比以前增加的更多。 所以,这样能够更减轻大家的负担。 这些受费的家庭也包括, 不只是低低收入家庭, 也包括中收入的家庭。 我应该说,我们这样做当然是有用意的, 因为小孩子是很可爱的。 子孙满堂是人生的重要的幸福之一。 在政府的支持下, 我希望年轻夫妇能够放心地多生几个小宝宝。 这个是学圈教育。 另外呢,我们也会为理工学员和大学生提供更多助学金。 每十位理工和大专的学生当中, 只有六位可以申请到助学金。 明年我们会调高这个助学金, 进一步帮助大家减轻学费负担。 这次调整教育费用, 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家庭减轻负担省一点钱。 其实更重要的是, 这代表了我们对下一代的承诺, 就是我们要确保每一个国人都有机会受到基本教育, 充分的教育。 不应该因为钱不够用而丢掉了他们求学升学的机会。 家庭情况比较不好的孩子, 政府会竭尽所能协助他们, 确保他们不必为学费烦恼。 在新加坡, 学生们绝对不会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而无法完成学业, 因为我们会全力以赴, 确保大家都能够完成学业。 此外,我在群众大会上也谈到人口老化的问题。 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, 平均寿命现在是85岁了。 我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, 比日本人还要长寿。 你只要看看我们周围, 就可以发现德医区, 我们自己都有许许多多银法族。 我们依然保持活跃健康生活, 有的还继续工作, 有的虽然退休了, 却在家里照顾孙子, 有的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。 要维持健康的生活, 社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很高兴我们每个月的活跃乐临活动, 都吸引大批居民踊跃参加。 居民生活习惯改善了, 大家都吃得更健康, 也更积极地运动。 我知道有些银法族也相当摩登, 会跳尊巴舞健身。 我鼓励大家继续这么做。 同时为了刺激大脑, 这个是很好的原因, 我也鼓励大家偶尔打打卫生麻将。 红毛桥民众俱乐部就增添了新的ActiveSG的健身房。 健身房提供一些专门给年长者使用的运动设施, 每个星期三也开放, 让55岁以上的居民免费使用。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, 我鼓励你去看看试一试, 是很好玩的, 要流汗可以流汗, 要高兴一下也可以高兴一下, 由你选择。 总之去那边参与我们的活动, 健身健身, 身心有意。 至于那些五六十岁的国人, 身体硬朗的, 就希望六十五二岁之后, 到了退休年龄之后, 能够继续工作。 毕竟我们预计将活到八十五岁。 如果六十二岁大家健康的话, 我看预计不只活到八十五岁, 可能活到九十岁都有很好的机会。 所以这个是很长的一段时期, 退休大家都觉得, 这个是很轻松的人生的一个阶段, 但是如果你退休了二三十年, 我看觉得单调无畏, 可能头脑也停止运作了。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继续工作, 能够继续生活有意义, 能够继续每一天起来, 有一个目的, 我今天有事情要做。 所以六十多岁退休可能早了一些。 因此我们经过多方的考量和磋商之后, 政府决定把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的顶限, 逐渐提高。 退休年龄从六十二岁提高到六十五岁。 重新雇佣年龄从现在的六十七岁提高到七十岁。 同时我们也提高年长工友的供给金角焦虑。 所以这个有助年长工友继续工作, 同时也帮助年长工友多一点继续。 终于有一天退休之后, 那能够累积多一点储蓄, 退休之后应该是可以够用。 所以我相信得益的居民, 特别是年长居民和他们的家庭都会欢迎这些改变。 希望大家会支持政府这么做。 我们这样做是需要时间的,不能隔夜完成, 但是我们计划是到2030年左右会完成这些计划。 所以在十年之内,我们会逐步地提高退休年龄, 重新雇佣年龄和供给金角焦虑, 达到我们的目标。 另一方面,政府也不断地提升新加坡的基础设施, 让我们的小岛国时时焕发新活力。 今天的新亮点当然是位于藏仪机场的新要藏仪。 相信不少居民也参观了我国的这个新的景点。 当然,我们建设基础设施不只是全国性的, 每一个选区、每一个邻里都有。 所以在得以我们继续改善我们的组屋区和设施, 为大家打造一个更宜居的环境。 单单今年,我们就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设施, 有一些也获得翻新了。 比如,年初我们得以民众俱乐部, 经过翻新和扩建之后,重新开幕了。 现在有更多空间,为居民举办更多的活动。 大牌409的巴萨和首饰中心, 两个月前也刚完成翻新工程。 我们翻新了五座组屋的电梯, 为居民提供更多便利。 其实,在得以差不多每一座组屋的电梯都已经翻新了。 此外,有八座组屋已经在家居改进计划下获得翻新。 另外,18座的翻新工程正在进行中。 预计今年得完成。 所以,除了我们硬件方面,已经下了很多努力。 但是,要落实这些硬件的项目, 我们依靠得以一群劳苦功高的基层领袖。 他们尽心尽力为居民服务。 他们经常主办各种活动,加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。 也付出有效地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上的问题。 也帮助大家了解国家的政策。 大家辛苦地非常感谢我们的基层领袖。 今晚,有81位基层领袖将获得伙伴常年服务奖章。 他们当中有一半服务超过15年。 有几位甚至服务达到30年。 其中一位是当兴杖程兴春先生。 他以前是司令酒巴萨委员会的主席。 从1988年就开始为居民服务。 一直到现在,还是在基层相当活跃。 因此,他对探主都很熟悉。 对居民我相信也很熟悉。 陈先生每年也积极为得意区的社区发展和福利基金策策款, 让许多有需要的家庭从中受惠。 所以,感谢陈先生也感谢其他80多位基层领袖的服务。 希望大家和他们紧密的合作, 把这些得意社区得意的邻里办得更温馨更理想。 所以,我最后要感谢大家。 新加坡这两百年来,从开步到现在, 走了许多路,风风雨雨, 但是一年比一年好。 以后两百年很难说, 但是以后十年二十年, 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去拼, 去打拼,去争取, 把新加坡办得更好, 让我们的孩子, 让我们的孙子有更好的明天。 所以,谢谢大家今晚出席我们的国庆日晚宴。 祝大家国庆日快乐,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。 谢谢各位。